这个春节假期 网友们讨论比较热烈的话题就是 为何郭德纲的节目被两大地方卫视给下架了 通过电视屏幕欣赏郭德纲和德云社的节目 已经成了很多相声迷的节日惯例 可这个春节不少相声迷都失望地发现 各大卫视春晚都没了郭德纲的身影 包括今年和老郭有合作的山东卫视和天津卫视 也把原定好的郭德纲的节目给下架了 不过还是有耳尖的网友听出来 天津卫视春晚临近结束时的那段京剧是郭德纲唱的 这就奇了怪了 大家听老郭相声的兴致 显然多过听他帮子位的京剧啊 为何地方卫视春晚至收视律于不顾 把老郭的相声节目给下架 只在晚会临结束时 安排一小段郭德纲表演的京剧呢 这个大大的疑问 也成了网友们最近热议最多的话题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一时间网上对此事众说纷纭 难道一向个性张扬的老郭又惹了祸 又犯了啥错误了 说到郭德纲春晚节目 背下架的原因 也许还真是老郭犯了错 在去年清朗行动 重点整肃娱乐圈的这场风暴之下 很多知名艺人 网红都因自身各种问题 对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而遭到封杀 而郭德纲这些年 虽没犯啥原则性的错误 但问题就在于 他是有前科的 而因为郭德纲曾经的对天对地 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 一直持续到现在 所以在清朗行动的大背景下 在郭德纲有过前科 而且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 仍未消散的情况下 作为致带弘扬正能量的春晚来说 下架郭德纲节目 甚至不给露脸的机会 就在正常不过了 说到这里 您肯定会问 郭德纲到底造成了 哪些负面影响延续至今 而导致他无法正常的 在春晚当中露脸呢 说到底 这都是三俗惹的货 众所周知 由于郭德纲秀刚烈 技艺超群 再加上年轻时 吃过不少苦头 所以在06年 因为高于同行的义务能力 而备受追捧之后 翻了身的老郭 就更加对自己刚烈的性格 不加任何的收敛 那时的郭德纲 在相声这个行当里 大有一股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的架势 对天对地 歹谁灭谁 因此 老郭也得罪了不少人 加上郭德纲的段子 尺度比较大 因此也被主流界 冠以三俗相声的标签 这也让当时如日中天的郭德纲 很不服气 于是在这个背景下 老郭当时创作了一系列 讽刺主流的相声段子 这其中 以我要反三俗最为快智人口 渐渐的 反三俗这个原本很严肃的话题 在郭德纲的段子里 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变成了一种调侃 甚至是讽刺 也有很多人认为 郭德纲用讽刺反三俗 而把自己摆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 不仅背离了反三俗的初衷 没有起到净化相声的作用 反而误导了一些 不明就里的粉丝 去制造对立 造成了大量粉丝 以此去讽刺 甚至去嘲笑主流界的一些老艺术家们 造成了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 而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我想这就是老郭所谓的原罪 即便这些年老郭 早已不闻江湖之事 专心经营自己的德云社 但架不住粉丝们 至今偶尔还拿反三俗寒称主流演员 造成演员之间的矛盾 影响相声界的团结 归根溯源 这源头是在老郭身上 所以 只要这样的风气一天不停 老郭这原罪就无法赎清 再结合去年开展的清朗行动 不良饭圈文化就在被整治之列 而且在去年年底召开的文化会中 也再次重点强调了反三俗的精神 就是文艺可以通俗 但是绝对不能庸俗 低俗 媚俗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郭德纲因为自己当年血气方刚时 所造成的错误引导 而引发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而且还延续至今 那么 他的节目被地方卫视春晚下架 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其实 所谓主流和非主流 都为相声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相声民们也都看在眼里 有了这个共同认识 那么无论是喜欢德云社的 还是支持主流演员的 都大可不必再去制造对立 给爱豆招黑 大家本着一个 相声能够健康发展和传承的朴素愿望 去看待相声圈的事 支持所有的从业者 给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相信有了良好的饭圈风气 那么也就黎国德刚再次登上电视荧幕 甚至春晚舞台不远了